第九 我们要找到一个善知识 我讲这个就希望各位两边都要学 一方面期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善知识 就像你生病久了 久病成良医 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 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去亲近这种人 将来我们清出一篮胜一篮 希望能够帮助 就像我的老和尚收徒弟 收徒弟就是希望徒弟比老和尚做得好 这就是对老和尚最好的供养 我们佛弟子真心的修行 能够承担众生苦 能够传播佛法 那是供养佛头最好的方法 所以做了一个善知识 各位想要发心做菩萨 菩萨就是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人 那你要具备什么 第九 他能够用敏锐的智慧 斩断疑虑和误解 他的心充满了对其他众生的慈悲 如同母亲对唯一的孩子 充满慈悲 就像各位看文殊菩萨 拿了一个智慧之剑 各位要 这个智慧不是砍别人 斩断自己的无名 任何一个不正确的执着 马上又 马上给他斩断 现在有些人是专门看自己 看别人的缺点 就看不了自己缺点的人 很讨人厌的人 但是文殊菩萨不一样 他这个空性的智慧 斩断自己无名 你斩断自己无名 保持在空性的时候 这个空性自然发光 让别人来学你 因为你有这个过程 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 那别人迷路 你就可以指引他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 而且这个斩是当下转 而不是说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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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利的 智慧的利剑的 斩断自己的 愚律误解 什么叫误解 误解是无名 明明那个是苦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呢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的 苦的 结果你去着相 这个男人好帅 这个女孩子好美 这个美 你就看看他里面美不美 对方跟你讲 我爱你 你冷静一下 你爱我什么 钱呢 性感呢 我可以跟你谈恋爱 这个爱就很肤浅 你去分析以后 你就觉得 原来对方只是利用我而已 你去分析 这个事件是个虚伪的事件 合上只有两条船 名跟利 都是为了这个而已 人跟人互相利用 这没有真心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他的心 就像对独生子的爱的慈悲 所以不是对一个人 冤情平等 恨他的人 佛陀都把他当作是独生子 就像提伯达多要暗杀佛陀 多少次要暗杀佛陀 正面也要杀佛陀 当他生病的时候 人家通知佛陀 大家好高兴 幸灾乐祸 害人经提伯达多 病得快死了 佛陀马上站起来 我要去看他 佛陀你要去看他 佛陀说 如果我去看他 就像看我独生子 罗活罗一样 他病会好起来的 真的吗 佛陀用这种行动 感动那些弟子 结果佛陀去看 然后呢 提伯达多 马上就好起来 当然好起来 还是继续害佛陀而已 但是佛陀对他的爱 永远没有改变 没有间断 那这个叫老师 所以我想我们 这应该去学习 所以我们看佛经很好 这些方向都有了 那跟日常生活 待人接物 你能不能接上 你不能说 那是佛陀 跟我没关系 讲这种话就是 不能直下承担 我们跟佛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佛有佛性 我也有佛性 佛可以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你千万不要找借口 说我做不到 谁都做得到 要不要 那为什么做不到 就是没智慧 有智慧 马上就斩断了 一点执着都没有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 多提醒文书菩萨加持 去了解如何开发这种 立即斩断的智慧 不然你会一直放不下 放不下那个事情 再来第十 如果你修行 依止一位上师 如实地遵循他的话语 你对教法真谛的信心 将于日俱增 能够在你这一期的生命中 证得金刚词的果位 就是说信心 各位如果我们去 亲近善知识 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的话 百分之一百的 能够去依教奉行 你可以一生就成佛 这个就是在密称里面强调的 一生成佛 他就不离开根本上师 才可以 那当然所谓根本上师 他可能也是个人 他也有他的习性 或是你不习惯 但是你都要认为 这个都是个加持 当然你要去 接近一个根本上师 但是你要观察很久 你不能说随便 他知名度很高 你就去接近 那也不行 你要按照佛经里面 他也没有具足善知识的 十种德行 等等等等 很多佛经写的 十种德行 八种德行 四种德行 三种德行 然后你这些都知道 然后就像拿个放大镜去看 去检视 我想各位就像你结婚一样 你也不能今天谈另外 明天就结婚吧 你总要谈一谈 然后看看他家 一段时间搞不好很长的 那对于解脱的善知识 更要观察 那你观察完以后 你决定依止他说善知识 那你就不能退转 你不能看他的缺点 你只能想他的优点 因为你看他缺点 你就会想要跑掉 所以就像弥勒如达 被磨念一样 你不这样磨念他 然后他就看不到真理 也代表他的不退转 所以他才能够离苦 翻过来请各位看一下 第十八页 那善知识最主要 要对峙我们的烦恼 然后呢这个烦恼 有哪一些 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第十八页 我们念一遍 第八这行 无论哪一种 一种烦恼站的上风 你都要施以正确的对峙解药 一强烈的贪欲升起时 你要施量贪欲对峙可恶的面向 二强烈的称恨升起时 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 三迷惑于痴升起时 你要施量轮回的缘起 四嫉妒升起时 你要观修自我和他人的平等 五交慢升起时 你要在心里上设身处地 好 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消除这五毒烦恼 贪 撑 吃 嫉妒 好慢 那这五毒烦恼会让我们生死轮回很苦 那基本上各位 虽然我们讲大乘 利益众生 但是你首先一定要对峙自己 那你对峙自己 那你也找到对峙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别人 所以第一个强烈的贪欲 眼睛看啊耳朵听啊 特别追求欲望啊感情啊 那你要去想他的负面的 这叫不静观 就像现在十八岁的男生 他就会去想要看A片 看性感美女抱抱他 这个叫出众的烦恼 但是如果你没有佛法 他真的很苦耶 他就一直在那边煎熬 我也认识人家这样压压压 男生压成女生 他就怪怪的 这种佛教是一种进化 而不是压抑 压抑 我不能结婚 他从小就出家 他不能还俗 然后他就硬压压压压压压 压久以后 脾气怪怪的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 那这个东西会快乐嘛 所以你要思量 贪欲对境可恶的面向 不静观 在漂亮的外表里面都是脏的血 你满足这么多金钱以后 变成钱的奴隶 而且很多人就会来威胁你 骗你 甚至呢 你要缴多少税金 然后每天就很烦 所以这些欲望 更可怕的是轮回 轮回 爱河千尺浪 苦海万重坡 这些欲望 会让我们生死轮回 我们 我们生病很痛苦 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 那如果你有男女的欲望 那你永远会在轮回 还有这个情的执着 那心情更痛苦 那你要不断的 不断各种欲望 你都要去想 第二强烈的称恨 这是习惯性 今天有人 骂你 不顺境 你马上就脾气就起来 特别你对你小孩 我跟你交那么说 有人会把小孩打死 就是这样 因为他对他有感情 但是又控制不了 这个称恨心 然后他就会打他 骂他 伤害他 所以 这个时候你要去想着对劲 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 你要去同情他的弱点 所以各位 你平常就要准备好 一直羞恥 被关 我怎么样 爱我所爱的人 第二个 你要关心 如何爱那些不认识的人 那你这两个修得很好 第三个 我也如何去爱那些 伤害我的人 因为他就是无名 他就是不了解 照顾也 所以他如果知道 他干嘛伤害自己 他就是不知道 那你要去替他想 而且 希望他能够离苦 而且去对他好 你要一直这样去 观修 去思维 当然这里面更强调 这叫感受 感受到对方的苦 感受 特别我们了解因果的 这个人这辈子杀人 强奸 然后他被判死刑以后 还要下地狱 然后地狱无量节 然后恶鬼道 你去想这些 哇 他真的很可怜 他真的很可怜 就算你轮到你去执行死刑 你要想让他这么苦 以慈悲心 啪啪 没办法 而不是说 你这个坏人 你该死 而是用慈悲心 所以一个人越不懂佛法 越让我们慈悲 所以佛陀说 他已经证了空性 但是众生母亲 却还在执着 没有空性 好可怜 所以我们如何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找到他的自信 免得不断地在散散恶而生死轮回 要去感受到他们的苦而生气 悲心 那如果你经常培养这个悲心 就不容易生气 不容易生气 第三 迷惑于此生起时 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 所以为什么会轮回 因为无明 十二因缘法 无明缘醒 行缘事 事缘明射 六路处受 爱去有生 老病死 众生都是这样 所以无明灭 则行灭 如果你能够看清楚 你就不会去照做 不会照做就不会有不好的基因意识 然后呢 你要十二因缘 那各位你观生命的十二因缘 那你要学习观 灯从哪里来的 花从哪里来的 法会从哪里来的 它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每个过程你去看 你就会感恩 你要去分析 因为这个缘起法 如果你分析得很好 你又成为一个 能够帮助世界的人 就像各位研究手机 研究什么 要观察时事 众生需要什么 重量什么 现在别的对手什么样 你都要分析得很圆满 那你分析得很圆满 你就不会卡到哪里 你也知道怎么去 就像一杯果汁 如果弄得很好吃 卖素食 又兼顾到健康 又兼顾到色香味 所以有时候人家带我去吃 师傅这个有机的哦 哎呀自己要带酱油的 有机是有机 因为连个味道都没有 连油也没有 我都很怀疑 这个店可以开得成吗 你有机是有机没错 你要弄得有一点好吃吧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 你要去思维众生的口味 如何如何 不然就会卡在那边 第四 嫉妒 嫉妒心强的人卑贱哦 没有嫉妒水洗心的人高贵 地位高 所以今天你能力很强 你老板笨笨的 结果你只能做他在旁边的小弟小妹 因为过去嫉妒心 你会没福报 没有嫉妒心得的福报 就像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 她虽然在她国家很卑贱 因为她是私生女 这是一个加比罗魏国的 一个皇祖跟一个妓女生的 那琉璃王 那个时候 琉璃王的爸爸 要去娶 说你们要 你们交一个给我 他们就把这个莫利夫人给她 那莫利夫人嫁过来 他就问佛陀说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我的国家 人家看不起我 来这边 国王对我那么好 如何如何 那就跟他讲 因为这个人 因为没有嫉妒心 有一阵子有 后来你就变成改变了 所以你的命运就改变了